我們看這題 這題它說在坐標平面上 通過3-2 通過3-2那條直線我叫L 那這-3-2 這領坐標屬於這條直線 而且這條直線 跟這條直線互相平行 那麼它會說 這條直線它的方向是V 那我可以假設 這條直線 它的方向是X 加4Y 等於K 因為它說 這條直線跟它平行 那這條直線跟它平行的話 它的係數比 係數會乘正比 也就是說 如果兩條直線 A1X 加上B1Y 等於C 那這是V2X 加上V2 A2X 加上V2Y 如果是等於C2的話 那如果這兩條直線 互相平行 不重疊的話 那麼A1 比上A2 它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V1 比上V2 然後不等於C1 不等於C1 比上C2 那這樣這兩條直線 就平行 不重疊 那我假設 這一個叫K 那這個叫K 那這個叫K 那我就曉得 這個A1 這個方式的話 就可以寫多少 這個方式就可以寫成K 然後這個 這個是 A2X 加上V2Y 等於C1 為什麼? 因為A1 是等於A2K V等於V2K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 得到 這個方式是A2X 加上V2Y 等於K分之C1 然後C1 C2 不能等這個值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是說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設 因為什麼? 因為這條方式 如果跟它平行的話 那我就曉得 這個係數可以設成跟它一樣 就變成這個方式 A2X 加上V2Y 等於多少呢? 等於K分之C1 然後它不等於這個的話 那代表這一個跟這個不能一樣 這這個不能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呢 那就是等 那就是同一個方式 就是同一條直線 如果這個相等的話 也就是說 當這個是等號成立的話 那麼這兩條直線呢 就是同一條直線 好 那問題是說 這個跟這個 會不會是同一條直線 你就帶帶看 如果這個跟這個是同一條直線的話 那麼這一點喔 一定是在這一條直線上 你把它帶進去的話 一定會滿足這方式 那麼小的 我把它帶進去的話 不會滿足這方式 所以你等一下解出來 這個K不會等於9 好 那現在他們說 他說 這一點的話 是在這一條直線上 在這一條直線上 那所以我把它帶進去的話 要滿足這方式 我就把它帶進去 就負3 它加4乘以2 那這個等於K 所以這K等於多少 K的話就是8-3 8-3就是5 所以這K就等於5 所以這K就等於5 也就是說 L這一條直線是x加4y等於5 那這個就是答案 3-2 8-7 5-5 5-6 5-6 5-6 6-6